黑莉是从前幕府的杀手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与真正的刽子手拔刀斋一较高下 可是拔刀斋此时已经变成了浪克剑心 他就算与剑心动手 也无法感受到当年拔刀斋全胜时期的力量了 黑莉为了激怒剑心 索性将薰掳走 他觉得愤怒和憎恨才会让剑心再次变回拔刀斋 黑莉将薰抓到一个破旧的神龛 薰一直不停地咒骂这个黑心肝的家伙 就是因为打不过剑心才绑架自己 可黑莉却告诉薰 不是自己的对手 自己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刺激拔刀斋 黑莉笑话薰是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拔刀斋有多厉害 从前的匪村剑心对于敌人而言 简直就是从地狱归来的恶魔 所有人提起刽子手拔刀斋的大名 全都不寒而栗 那时候黑莉也在京都 是新选组的一员 自从他见到拔刀斋杀人以后 就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所以他不分敌我疯狂杀戮 在杀戮中提高自己的实力 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跟拔刀斋一较高下 可拔刀斋却在维新政府组建后就消失了 如今他终于要如愿以偿 在神谷道场里 左支柱和弥艳接到了剑心的信 得知黑莉卢走了薰 剑心要去与黑莉决斗 他说如果自己战败回不来了 他希望左支柱和弥艳可以去找警察署长 一起把薰救出来 看了信以后 弥艳已经按捺不住了 以剑心现在的心态去战斗 大概率可能会输 左支柱也深以为然 两人拿着武器跑去找剑心 希望能帮他渡过难关 这时的剑心已经按照黑莉的要求 孤身一人来到了神坎前 薰看到剑心的眼神与往日不同 那里面充满了愤怒 看到这个眼神 黑莉明显十分满意 有这样的眼神的剑心 才配当他的对手 两人拔刀站在一处 战斗速度真的如流星似闪电 好人几乎难以看清 每一次刀刃相撞 都好像引起了一阵刺眼的火花 在几秒钟之内 就已经过了数十招 黑莉随即使出心之一方 但剑心轻松就将其破剑 裙呆呆地看着眼前陌生的剑心 难道这就是刽子手拔刀斋吗 这种浑身散发着杀气的剑心 这种浑身都是战斗气息的剑心 他从来没有见过 可这样黑莉还是不满足 他觉得剑心愤怒的并不够 这样的拔刀斋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他冲向剑心 使出单手平突袭 一字形横扫 十字形竖劈等招式 剑心虽然可以看出这些招式的精髓 但却没能成功躲避 还是被黑莉一刀划破胳膊 顿时血如泉涌 看着倒在地上的拔刀斋 黑莉摇头叹息 你之所以无法恢复全盛时期的力量 是因为对我根本没有起杀心吧 那就说明我逼得还是不够狠 黑莉竟决定再次拿薰开刀 他对薰使出了心之一方 这一招不仅能让对方的身体麻痹 还能让对方的内脏跟着一起受影响 中了招的薰心肺会逐渐麻痹 五分钟后就会窒息而死 想解决这样的困境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中招者本人用自己的力量 解开心之一方 但要求中招者见其凌驾于黑莉之上 另一个就是将施术者杀死 所以现在的情况 如果五分钟之内 剑心要是不把黑莉解决掉 那死的人就是熏了 在黑莉的极端挑衅下 剑心终于急了 他一刀砍过去 刀背将黑莉的鼻梁鼓砍断 黑莉彻底嗨了 刚才他甚至没看到剑心是如何出招的 这才是他想见识的飞天欲剑流啊 黑莉脱掉衣服 赤膊上阵挥刀砍向剑心 结果剑心一个眼神扫过 黑莉就尾了 闪身跳到旁边 而这种被支配的恐惧 随后又让他兴奋无比 在死亡边缘跳舞 在尸山血海中漫步 这才是自己的追求啊 黑莉随即竟开始对自己使出心知一方 他想PUA自己 让自己释放出身体的全部潜能 剑心见词不由更加慎重 他将逆忍刀重新归竅 摆出了拔刀术的姿势 拔刀术对于高手来说 经常是最基础的一招 也是最致命的一招 拔刀斋就是因其出色的拔刀速度 才有这个名字 黑莉大脑CPU疯狂转斗 剑心用的是逆刃刀 所以刀的霸道和威力会减弱很多 因此只要躲过第一招 他就可以顺势反攻了 黑莉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他冲上去的同时剑心拔刀了 黑莉拼命扛住了剑心的第一刀 他兴奋地大呼小叫 可笑容还挂在脸上 他就被剑心的剑翘打趴了 这一招也就是飞天欲剑流中的双龙闪 剑心用剑翘击碎了黑莉的肘关节 黑莉以后再也不能用右手握剑了 此时剑心看着黑莉高高举起逆刃刀 刀刃正好对着黑莉的头 虽然剑心不想再杀人 可今天如果黑莉不死 那死掉的就会是薰 剑心咬牙一剑劈下 这时候薰已经双眼模糊 他不能呼吸 可眼泪却不断地涌出 他已经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力量 利用自己肺部仅存的空气 朝着剑心大吼 住手啊剑心 薰随即便向前摔去 薰真的就算是死 也不希望剑心变回 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拔刀斋 剑心已经来不及管黑莉了 他猛地扑向薰将他扶住 结果却发现薰似乎可以呼吸了 刚才情绪爆发 他居然用自己的力量 破除了心之一方的封锁 黑莉今天不但见识了 剑心的飞天欲剑流 还见识了自己的心之一方 被一个武艺低威的 小女孩破解的奇迹 如今的黑莉已经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 他毅然决然竟用左手将长刀刺入自己的胸口 黑莉临死前告诉剑心 你虽然嘴上说不想杀人 可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刽子手 你这个浪客到底能维持多久 我就在地狱里给你做个见证吧 说完 黑莉双眼逐渐无神 一大杀手就这样死去了 这时候米燕和左支柱也赶到了 看到薰和剑心都安然无恙 米燕和左支柱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回家路上 薰感谢剑心救了自己 可剑心却更感谢薰 在关键时刻 要不是薰阻止了自己杀人 那自己就可能真的完全变回刽子手拔刀斋了 所以他们两人是在互相救赎 剑心拿出薰的蓝发带想还给薰 却发现上面沾满了鲜血 这下好了 薰一怒之下追着剑心一路 神谷道场的人顺利渡过了难关后 也会放松一下 左支柱带着剑心来找老朋友赌钱 结果在剑心的帮助下 左支柱都快把裤子都输进去了 左支柱气坏了 他今天可是必须赢不可 因为左支柱之前跟朋友肖太借了一些钱 本打算今天赢钱以后 连本代理都还给肖太的 提到肖太 一起赌钱的朋友们突然神色黯然 他们告诉左支柱 肖太不久前死了 不久前有人给了肖太一些神秘的药物 据说是对身体好的 结果肖太用了一阵子才知道 那东西就是鸦片 他想借掉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肖太被鸦片害死了 左支柱气得青筋暴突 他问朋友到底是谁把鸦片给肖太的 话音未落 房间门突然被打开了 一个长发美女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看到剑西身边放着武器 他二话不说 直接扑到剑西的怀里 让剑西救他 而下一秒 又冲进了两个持刀壮汉 壮汉之一不由分说 就要把长发女带走 左支柱一拳将壮汉打倒 他可不允许有人当着他的面欺负弱小 壮汉们不干了 他们是关柳先生的私兵 走到哪儿 别人都要对他们退避三舍 要知道 关柳先生虽然表面是年轻实业家 实际上却养了很多私兵 因此不难想象 这家伙私底下肯定是做了很多非法勾当 左支柱问长发女跟关柳到底有什么关系 但长发女却什么都不肯说 这时候 一个梳着机关头的男人突然出现 他称呼长发女为高和慧 还说他无论如何也逃不过自己的手掌心 机关头一边说话 一边快速打出两枚螺旋标 关柳先生的两个私兵当即中标 血洒当场 机关头一脸阴险地看着高和慧再次射出飞标 眼看高和慧已经躲不开了 剑心挺身而出 一拳打在榻榻米上 榻榻米翘起挡住飞标 机关头愣在当场 这时 剑心和左支柱同时跳起来 一人一拳将机关头打飞出去 在隔壁门上留下一个优美的人形印记 于是呢 剑心等人回到神谷道场 薰兴冲冲冲地接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剑心竟然带了一个女人回来 剑心跟薰说了高和慧的情况 薰还没表态 高和慧就直接贴在剑心身上蹭来蹭去 还说英雄救美的剑心太帅了 薰陈年老粗谈瞬间打翻 揪住剑心就是一通蹂躏 可高和慧好像看不出薰和剑心的关系 就在那恶趣味地挑拨离剑 眼看薰被气得呼吃呼支喘粗气 他就很开心 高和慧告诉剑心等人 管流先生的私兵大约有六十多人 但其中最可怕的是私兵的首领 四乃森仓子 仓子十五岁的时候 就当上了江湖城御庭藩中的密探 可见功夫非比寻常 高和慧看着眼前这样不太起眼的年轻人心里也是打鼓 如果关流真的派出了御庭藩中的人 他也就只能找机会跑路了 剑心倒是不担心什么首领 他只是很好奇 为什么关流会抓高和慧 然而高和慧并不想谈这些 剑心与高和慧在房间里谈话的时候 薰就悄悄趴在门外企图偷听 他其实对两人谈话内容没啥兴趣 就是怕他家剑心吃了那女人的亏 那女人看起来似乎太开放了 左支柱也有点担心剑心 他怕剑心当老好人到处助人为乐 最后自己引火上身 这时候剑心走了出来 他告诉大家 高和慧惹到了御庭藩中的人 御庭藩中很可能会来报复 大家一定要时刻小心 剑心对薰承诺 无论如何他都会保护薰的 突然一个巨人破墙而入 他就是御庭藩中最会使用火焰的人 名叫火男 左支柱自告奋勇率先登场 他冲向火男一拳打在火男硕大的肚子上 但火男居然纹丝不动 还张开嘴喷出熊熊烈火 左支柱闪身躲开火焰 但衣服已经被烧光了 剑刺行将剑心站了出来 他对火男表示 你就不怕玩火会尿床吗 火男愤怒地转头冲剑心喷出火焰 剑心挥剑阻挡火焰的侵袭 躲在暗处的高和慧看到这一幕瑟瑟发抖 他打算偷凑溜走 结果薰却挡住了他 居然他看好了现在剑心在为他拼命 他作为当事人 怎么可以溜走呢 火男嘴里的火油已经都用光了 结果剑心正要反击的时候 左支柱说话了 他让剑心将这个火男交给自己 但就在剑心与左支柱说话的时候 火男已经再次补充了火油 眼看左支柱攻向自己 火男张嘴吐出熊熊烈焰 却不料左支柱这次没躲没闪 竟然顶着火焰直冲向火男 他一拳打进了火男的嘴里 把火男嘴里喷火的装备一口气拽了出来 这下火男潜力技穷了 被左支柱一脚踢到晕了过去 勋赶紧跑过去查看左支柱和剑心有没有受伤 高和会已被眼睛的一幕震撼了 他没想到自己随便投靠了一个道馆 竟然里面藏龙卧虎 突然一枚螺旋标从暗处射来 此时道场里的所有人都没留意到 机关头已经潜伏在树上多时了 眼看飞镖就要击中高和会 迷燕突然扑过去挡住了飞镖 飞镖插入迷燕的胳膊 他疼得晕了过去 这时候机关头终于现身了 他告诉大家 这螺旋标上有毒 所以这小鬼活不久了 话音刚落 剑心就挥刀砍了过去 可逆人刀落下 机关头却消失了 一个鬼面人出现 他抓着机关头 扛着火男转身就逃 现在机关头被带走了 那迷燕的毒可怎么办 薰想把毒吸出来 可高和会阻止了薰 现在迷燕低烧昏厥 表情痛苦 瞳孔放大 高和会判断 他是中了曼陀罗花的毒 他立刻根据迷燕的症状下达医嘱 在他的支配下 大家立即分头行动 高和会将迷燕抱进房间 他起身的时候 身上掉下了一些东西 左支柱捡起来闻了一下 发现那竟然是鸦片 为什么这女人身上会有鸦片呢 很快 高和会需要的东西就准备好了 悬摘大夫也亲自过来帮忙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迷燕的毒终于解开了 大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悬摘大夫更是对高和会十分佩服 从他对迷燕中毒的处理方法就能看出 这人在医药方面的造诣极深 第二天一早 高和会还为大家准备了好吃的胡椒饼 一盘饼几乎是被大家抢着吃完的 不过和往常一样 迷燕和薰又以为吃饼而大打出手 迷燕是一点也没有把薰当师父的觉悟 众人笑着闹着 整个道场里热闹非凡 高和会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里感慨万千 薰十分好奇地询问高和会 他的家庭情况 高和会有些黯然地表示 自己没有家人 随后高和会就借口为大家泡茶 离开了客厅 不过就在他独处的时候 左支柱突然走了进来 他面色不善地询问高和会 身上为什么会有鸦片 没想到高和会说 这鸦片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左支柱立刻联想到 难道自己的朋友萧泰 就是被眼前的女人害死的吗 但他正要对高和会发难的时候 薰却突然出现并拦住了他 借心询问高和会 他的父亲是不是叫高和龙生 高和会正是高和龙生的女儿 高和家是世代相传的名医世家 他后来却卷入了汇金战争 卷入到了明治政府和幕府的斗争中 高和一家死得死跑得跑 只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高和会 高和会五年前来到京城 寄宿在一位医生家里当助手 结果呢 医生竟然与官柳联合起来做鸦片 后来还因为利益纠纷被杀 官柳就让高和会 代替医生继续做鸦片 高和会不想与官柳同流合污 好几次小寻死都没能成功 而这一次 他终于找到好机会逃了出来 高和会身上带的鸦片 就是他研制的廉价又高产的新型鸦片 这东西如果投入市场 会有更多人受害 所以高和会将鸦片也带了出来 官柳想要鸦片的配方 所以才一直追着高和会不放 直到这些以后 众人都不禁感慨高和会的命运 健心觉得外面形势混乱 所以高和会还是住在道场里比较安全 而医也十分体谅高和会一路吃得苦 不过左支柱却越停越刺耳 他的好朋友就是被鸦片害死的 他没办法平心静气地 面对制作鸦片的高和会 因此转身离开了道场 高和会就这样在道场里住了下来 这天他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时候 突然一只飞镖射到了他的面前 看了飞镖上绑直的一封信 高和会扭头就跑了出去 这一切都没逃过左支柱的眼睛 他一直悄悄监视着高和会 高和会走在树林里 迎面过来一个小老头 突然小老头骤然变成鬼灭人 鬼灭人二话不说 就掳走了高和会 左支柱在后面悄悄跟着 鬼灭人将高和会带到了官柳先生面前 官柳先生自然还是让高和会 为他继续做鸦片 然而高和会这次下定决心 就算是死 也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官柳表示 如果高和会不听从自己的安排 那神谷到场的人就会死于火灾 毕竟如果玉庭翻众出手的话 放击把火太容易了 官柳让高和会好好想一想 随后就转身离开了 藏子就藏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 他问官柳为何不把高和会直接带走 难道官柳也害怕柜子手拔刀斋吗 官柳觉得没必要跟拔刀斋正面冲突 如果高和会被吓住了 主动离去的话 拔刀斋也不能说什么 高和会果然被吓住了 他留下了一封书信 悄悄离开了道场 不过当高和会走到官柳家门口的时候 却发现左支柱正在那里等着他 高和会告诉左支柱 自己不会再做鸦片了 不听话的下场了不起也就是一个死 可左支柱却说 既然他向道场求助 那么神谷道场必然会护高和会周全 再说 高和会也不要那么着急去送死 万一你的家人正在远方等着你呢 高和会笑了 他觉得就算家人还活着 自己也没脸面对他们了 身为高和家的一员 自己却做了这么多的毒品 肮脏的过去是无法轻易抹除的 自己也只有一死 才能告慰那些因鸦片而死的人 在在天之灵 左支柱再次安慰高和会 说就算他死了 自己的朋友也不会复活 而高和会只要活着 就有机会赎罪 也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家人 见到高和会做的这些事 他也已经原谅了高和会了 话音刚落 左支柱突然抱着高和会向后跳训 而他们站着的地方 被大铁锤砸出了一个坑 攻击他们的正式御庭翻中中心护卫长 护卫长的流星锤再次砸向左支柱 却被左支柱牢牢抱住了 左支柱将流星锤的铁链一把拽断 但护卫长见此却扔掉流星锤 就从院墙上一跃而下 落在左支柱面前 左支柱一通组合拳打在护卫长的身上 护卫长纹丝不动 他双手抓住左支柱 然后猛的一用力 给了左支柱一个爱的壁冬 随后护卫长使出头锥 左支柱疼得几乎站不稳 可随后面对着护卫长袭来的钢拳 左支柱却咬牙用双手接住了 他趁着护卫长暴怒之时 一拳打中了护卫长头 护卫长瞬间倒地不及 但就在这时机关头突然出现了 他扛着高和卫就进了官流大宅 好在这时剑心等人也赶到了 看着高和卫渐渐没入大宅的背影 剑心 左支柱 薰和弥艳决定攻进去 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将高和卫救出来 我是黑白 下期见